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然后我刚来多伦多大概半年 然后去年年底加入了TCO 然后现在是TCO的古真演奏员 那么我们知道音乐都是五国界的 那么在加拿大 其实中国的传统乐器 并不是那么多人熟知 他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的乐器吗 是这样子 这个TCO在创立的时候 是1993年 是由一群香港的明月爱好者 然后在多伦多创立 然后随着人口的变迁 然后很多大陆 然后台湾 还有其他国家喜欢明月的人 然后聚集在一起 然后现在TCO是以一个 20岁左右的年轻的一个团体为主 然后组成而成 所以说大部分人都是20出头 对 就是相当于像一个青年一个乐团了 TCO其实它会分很多个乐团 一个是TCO是一个整的 就是Toronto Chinese Orchestra 然后它还有青少年的叫TYCO 然后还有一个老年的叫TCCO 这两个团都是以训练为主 就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播出去 然后它会训练一些一批青少年 一批年纪比较大的中老青年这样 所以现在它的目前的规模 还算是比较壮大的吗 对的 现在大概有分四个团 除了我说的这个TCO TYCO TCCO 然后还有一个是专业演奏乐团 我就属于专业演奏乐团里面的 然后大概现在一共有75人左右 那我想知道中乐团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乐器呢 我们熟悉的二胡啊 阳琴啊 琵琶这些 然后还有古针 然后二胡还会分中胡和高胡 然后包括我们这次的那个25周年音乐会 它会有筋骨演奏的乐曲 然后鼓呢 也会分各种类型的打击乐 那么它这个25年 这个25周年 音乐会特色和看点在哪里呢 我们会首先 我会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会首演两首世界首演作品 这两种作品的作曲家 它都是我们2017年TCO举办的一个作曲比赛的两位获奖选手 然后他们创作的作品 然后呢我们会跟日本的太古 然后有个中国明乐和日本打击乐的一种合作 这种曲子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特别的激动人心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中西结合的钢琴的协奏曲 但是是钢琴独奏 然后明乐去大乐队去伴奏 演奏者他是我们之前TCO举办的一个钢琴比赛的冠军 然后这种乐曲特别好听 是来自中国的叫一江春水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的乐曲 比如瑶族舞曲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用金呼演奏的金调 其实说到这么多乐器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去更加加强的了解 那么比如说有些人他对这个中国的乐器很感兴趣的 怎么样才能加入成为其中一员呢 这样子的我们每年的九月份都会有一个招募 有青少年的然后中老年的 然后还有我们专业乐团的 然后老师们会根据你的级别 然后把你去分配 然后你想通过 你可以通过我们会有电话 然后或者搜索多伦多中乐团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这些招募信息 那么比如说我只是有一个兴趣在 但是我对于乐器并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话 也可以报名参加吗 对你可以参加我们的TCCO 然后TYCO 这个都是训练的 就是它会让你融入到一个整个大家庭里面 然后你有不足的时候老师会作为指导 然后告诉你怎么去演奏 然后看你适合哪一种乐器 那么多伦多中乐团一般来说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异乡的乐器 一个异乡的乐团 然后来到加拿大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多伦多中乐团面临的是怎样去运营它 第二个是怎样区别于其他的中国民族乐团 因为多伦多我所知道就有五六个这样的乐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学会去创新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些挑战的 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会做很多的努力 比如去联系中央乐团的考级 然后让他来的我们跟我们多伦多有一些合作 就像今年我们有长考级 是7月15号会截止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过来报名参加考试 那么我知道除了考试之外 有很多人也想通过这些比赛去获得名次 那么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的呢 上个月就是多伦多中乐团的青少年乐团的小朋友们 去参加了由夜市举办的一个明月的比赛 然后包括我们今年8月份 TCO会有一批的演奏家 会去跟台湾小巨人的指挥 他们会去台湾做一场巡演 这些就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是很爱好明月 希望在大舞台上展示明月 所以就是TCO我觉得在做比赛 或者演出当中做出了很多努力 没错 那么我想知道就是如何能够联系到多伦多的中乐团呢 比如说想要参加 或者是想要听更多的明月 首先我们在 我们可以去Google上面搜索多伦多中乐团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多伦多中乐团的网页 然后它会有contact 上面有你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来联系 然后其次我们会做一些的宣传 就是包括我们会参加一些的活动 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多伦多中乐团的介绍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了解到 那么我想知道就是大概有多长 就多久时间会有一个音乐会呢 或者音乐演出呢 正常我们是每年有两到三场的大型音乐会 一场就是在年 就是年的中间 一年的中间就是六月份 还有一场我们正常是在十一月份或十二月份 因为那时候是正好是圣诞节 然后新年 然后因为每个乐团他们都需要有展示的机会 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去热爱这个明月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之间都会为每个乐团 或者几个乐团组合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也会有几场音乐会 也两到三场 所以我们大概一年会有六七场音乐会 然后还有很多的表演会在 比如安大略神皇家博物馆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这周会在 那个多伦多湖心岛 然后会有很多这一系列的音乐会 那这些音乐会是传统的中国的音乐呢 还是它会融合了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元素呢 都有 比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会演奏一些跟圣诞有关的乐曲 然后在新年的时候 中国的新年 我们会更多的会选取一些中国传统的音 也会像步步高 喜洋洋 就是比较应景的乐曲 就是春节的时候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怎么看多伦多的中乐团的将来呢 还有什么计划呢 其实我们的团长包括 团长Patty 包括其他的很多 就是指导老师 对多伦多中乐团的发展都充满 充满了信心 对 所以他们会做出很多的努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会去联系专业学员的老师 然后来我们这边考级 这样的话给小朋友会提供一个 就是专业级别的这样的考级的方式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 就是推广 做一些音乐会 然后包括我们去跟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城市的那种音乐家里面做联系 比如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被邀请去温哥华参加了一场音乐节 然后八月份他们会去台湾 然后包括我自己本身 七月份会被邀请去意大利做一次评委 但是因为他们是 本来我是国内已经就是毕业 然后他们大概知道我 然后呢 邀请我去作为多伦多中乐团的古真演奏家 去意大利做评委 那所以这些机会 这些品牌都非常的好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多伦多的中乐团 大概有多少个成员呢 在这个专业的领域 专业的领域大概现在有 七八个 就是我说的 它有个专业演奏家的乐团 里面会有古真 然后二胡琵琶 还有打击乐这四个乐器 然后分别会有几个人 其他的都是 TCO会有一些 受过专业训练 但是没有从音乐专业 音乐乐校毕业的学生 那么所以说一场演唱会大概 一场演奏会大概就是 六七个人一起演奏 不 我们会整体的 我刚才说的演奏家是 TCO CP 专业的 对 然后他是 Professional Player 但是我们会以一个整体的 叫TCO 但TCO基本上就是 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 一些演奏家们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了 中国的音乐 原来中国的音乐 可以在加拿大 很好的发挥以及融合 那么谢谢我们的Lina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到这里结束了 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耶 谢谢 谢谢 круп 感谢 哇 里在 � 键